大家好,我是十一玉兰,一起来关心8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小队长蔡喜军 约出赴瑞斯受训却意外猝死一乡 其遗体在当地完成火花后,19号运抵了台湾 二家属在22号在花莲市殡仪馆举办了公祭 消防署长小幻章与县长许真卫特别前往致哀 分别颁发凤凰奖、颁售罪禁令等等 消防局兄弟则是在场外列队敬礼,送小队长最后一程 花莲消防局特搜大队小队长蔡喜军 月出赴瑞斯受训,在复金节前夕处死一乡 享年43岁,遗体已在国外火化,并于19日运抵回台 消防局22日上午在花莲市立殡仪馆举办公祭 消防局特别剪辑追思影片,其中最后写着的一段话 令在场参与人员留下赶伤泪水,纪念蔡小队长的付出 特搜大队于本月19日返台,从桃园机场一路载送骨灰到花莲 经过消防和平分队,请勿车鸣笛致意 消防局全体同仁敬礼致敬,最后送到蔡喜军家 攻击现场,消防署长肖幻章鞠躬致意 颁发凤凰奖与遗双瞻喜珍 县长徐正卫颁受消防荣誉章证书,最近为二线一分队长 并红着眼眶拥抱蔡妻给予安慰 与书容易接待 颁受二线一新分队长全套制服 社防局表示,蔡喜军是家中主要经纪来源 在取得家人同意,协助办理外接捐款事宜 由于事发在国外,参观报告需要通过外交部公文 厌室报告需花费6-8周,行政程序繁琐 并待正式公文等时间,预计三个月后确定死因 必定会全力给予抚恤 借着长方用华联系报导